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4月28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有我们欧洲的珍彼氏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各位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钟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们的二台精英报 三台沙冷气那里点赞、分享、订阅 希望就将我们 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讯息 在这个昏暖的局面全阳开去 好,各位今天就要说一件 原本就没那么昏暖的 但是那些黄人就搞得很昏暖的事 就是什么呢 几天之前就有个国官 大家都记得 连龙场有个厄叔 因为被黑暴搞到失业 经过连龙场那人生气起来 就是恶劝 就是火起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拼搏大半生 结果就被几个年轻 搞得自己五十多岁失业 搞得自己五十多岁失业 找不到工作 被我都扯火 斩了他几刀 那个国官判了他45个月 其实就很 都已经算重了 是很恰当的成绩 差不多四年 是没什么 但是呢 这个国官就叫郭伟健 区域法院法官 他说一句 他说那时候 判刑理由就是说 为什么要判他45个月 其实他是一个社会运动里面 不自愿的被牺牲者 我怀疑是不是社会运动 他应该就是 他会这样写 案发那时候被供的工作权生存权 生活权和生存权的角度来说 被告已经被这一场社会运动 弄志满身鲜血 艳艳日式 本席认为 如果示威者真是为了追求他们 声称的民主自由 人权和法治 他们坐在激烈行动之前 应该想一想 未相及他们声称的敌人之前 他们的行为 只会首先伤害一般 只想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很正常 很合理 假如他们 以损害一般平民百姓 来对他们的敌人制造压力 那 就和敌人不就犯 杀一个人质行为是没有分别 这个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 示威者 是否应该想想他们 参与社运时的初心 他们又是否应该 对一般平民百姓 多点同理心 社会运动是否为了自己执政 或者其他利益 还是为平民百姓 安居乐业呢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说这个人是有 这个 这个兇徒 这个犯罪的阿叔 是有这个 高尚情操 因为 他之后都是很担心 被他斩伤了的受害者 他都自碎 整件事是 这样做 那结果呢 就以刘世良 那帮黄人为首 就说要出一人一信 在网上搞那些所谓一人一信 又说 看看我们集了多少个签名 二百万人了三百万人了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想整死这个国官 结果呢 今天呢 就说有一宗案是有关審 这些这样的黑暴的时候呢 就决定将他撤换 不让他继续去做 这个裁判官 那这样说 那 于是呢 就有人问 本身是大律师的 立法会议员公民党 那位沙华 那她说 那来沙华 他当然是问 这些啊 是绝对受到个安排 啊 因爲呢 司法公义 要彰显 亦要看得见 任何具有大争议 以及存在的 的 的 机会 的遭人救病呢 司法机构就要避免 那这样说 那另外 香港法律大 香港大学法律 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就说 基于国官在另一件案的时候的言论 就有机会令人担心他是不是能够持平处理呢? 暂时不让他处理涉及反修例衍生的案件都是对的 嗯,我说一件事,其实他这样说也不公道 因为有个裁判官见余晋祥呢 他也是公民党党员,但他现在退出了 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就是你政党背景 他现在说他这个官方只是说他人格高尚 虽然我这样觉得,其实我觉得他说多了 就是我觉得他说多了,对这件案 可能他就觉得他关心被斩的人有费意 是人格高尚 就是如果对比起那帮人,那帮黄人的人 那他们又不关心,又理得你瓜老秤也好 就是如果对比的话可以叫人格高尚 但是一个裁判官呢,说这句话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是不够谨慎 过了些,你觉得他是? 是,所以刚才我说那位,如果余晋祥呢 就是公民党,但是他已经退出了 就是他被委任的日子已经退出了 就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这样咬住的话 是不是他都可能,将来如果判天案 有松有紧,如果是松了那些黄人 紧了那些建设阵营的人 那是不是他都会受人咬病 我不知道 所以现在他们用回 其实我就是想带出个讯息 你什么都以政治斗争 或者政治背景去说的话 这个社会没得说 社会没得救 没得救 还有45个月呢 是公道的 当然啦,林卓廷这条腹肌 还说要司法腹核 又说上数 45个月太轻了 那其实 什么叫太轻? 他是用什么的角度 说这一件事太轻? 他说是斩商人 其实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 大家都知道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压力的时间 现在当然也很大压力 但是当时呢 因为是有一帮人刻意去破坏社会 那当然会有另外一帮人 我不是为斩人的人辩户 但是有怨气很正常 而且那个怨气 将他的怨气指向一帮他认为 都是黑暴友的同伙 但是我 我真的不是为斩人的人辩户 但是其实你想一下 是不是都是 就是有时是火遮眼呢 会 是不是呢 有时火遮眼会 会 令到自己失去的理智呢 如果几个月没有饭开呢 那也是很大压力的 就是我可能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能否控制得到自己 你几个月一元收入都没有 是吧 就是养子养女 养家 养家 交租严大缴 老实说 现在说被人斩的 我绝对不接受那些女孩 我几乎没有了一条命 那你就搞到人家几乎是万性自杀 你是不是要 你可能已经逼到 不是万性自杀 基本上是判了一个万性的死刑 根本上是 还有天天都是 天天都是 没有公开的 很多人是 当时 而且 你说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真的好像理性地去面对 那时候的困局呢 现在好些 因为 疫情始终都是一个天灾 天灾那些人的想法 就会 这个都是没有办法 都是天灾而已 是啊 但是不是嘛 那件事 就是 过去黑暴那些事情 其实是有人 刻意去搞烂社会 那你刻意去搞烂社会的时候 那自然有一帮人 有很大的怨气 当然 也有些人去利用这些怨气 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就是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最好就是 这些怨气 就不要爆出来的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你悶悶的赢 比过足人输 你去斩人 就是过足人 跟着你之后 就一样要承担 就是要承担那个后果 好了 好了 现在那个情况 在这个裁判官也是 就是他说 我觉得他 他整篇文章 没问题的 但是他说多了一度 就是说他人格高尚 各方面 说多了一些 那 你说他有悔意 其实已经OK了 我自己觉得 因为有悔意 其实已经可以把量刑 是向 就是较低的方面 去做的 那你看到 那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做 欧乐軒 那件事也是 因为 他只是 那个裁判那些人 就说他有悔意 是吧 就是裁判官 就是说他有悔意 那 那当然了 现在 有些人 其实两边都是这样说的 就说 我不信香港法治的 法治已死 其实这一件事 其实大家最 就是我认为 最要警惕的 就是这一件事 这一个规则呢 是大家 其实是 经过很多年的时间 磨合到 今时今日这个现状 那从来都不是 绝对公道的 有这一件事 要承认先 这一个制度 不是绝对公道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从来都是 但是呢 又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钱人 就可以 就是玩这些东西 就玩得 好过 没钱的人 这个 就是香港的法律制度 是偏帮有钱人的 有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 至少都 而是 很多东西是不公正的 但是 现在呢 就是多一件事 就是说 多人 开始多了人说 就是法治已死 是黄友不断说 跟着又有男友不断说 那些KO又不断说 哎呀 法治已死 这个又不根据规例来做 有些根本都没有法律背景的人 就是根本都不懂的 其实可以这么说 不懂的就继续说 哎呀 现在搞到坏了 香港绝对是这班人搞出来的 这样 那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其实 其实 法官这种 就是 英式 找法官做这些制度 从来都是 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有些官是会判得比较重手 有些官是会判得比较轻手 那是人来的 如果 最后是 那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对那个被告的判断 都是一个 就是个人的判断 当然你会看很多证据 你会看他究竟是怎样的 他会有一个不同的意见 他可以跟法官的意见 是可以跟你的意见 完全不一样的 也都可以跟律政司的意见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制度是要怎样的呢 就是如果当有些判 就是现在要 科普一下 就是有些判例出来 就是有些案出来 判了大家不是很同意 或者律政司不是很同意 律政司会申请上诉的 是不是 有些人说是 是蓝营逼律政司申请上诉 我跟大家说 律政司是不会因为任何压力去上诉的 是没可能的 就是如果你说这些 其实就是带头破坏法治的 这些人 其实 就是对整个社会制度 这么不尊重的人 你是很难修正社会的 你起码第一件事 就是要先尊重现行的制度 你说你要改 是的 之后你可以说要改 但是你起码要做的最基本就是 尊重现在的制度 配合政府做的事情 不是政府做什么都出来查台 这个不对的 是我们踢他一脚他才做 这个是最多人说的就是陈兆思 如果我们没有骂陈兆思 陈兆思什么都不做 这个根本一开始就已经是谎言来的 因为你这样是不是 其实就是 就是等于黄仁刚那 你就听那些人说你才做 证明这个制度已死 你不就等于 变相背书了他 是啊 我经常做这件事的就是肥仔结 和李梓敬 我都不怕再在节目中说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两个真的做了这些事情 有些人说我为什么特意批评黄仁 不是批评黄仁 是批评有些人做的荒谬的事情 他们做的事情跟黄仁一样 蠢都不得了这些人 完全不知道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我觉得不公道 所以我要推翻他 很多是这样的 现在香港是 黄仁已经是这样的了 还要搞那些男人出来一模一样 香港不死都没有人走 是不是 这样搞 还要搞到高度政治化 或者有些政治人出来抽搐 是啊是啊 我骂政府就对了 我还要连去何臣那里 何臣说的优秀别记全部都对的 林郑最大的黄仁也是这样的 大哥 你从政的人你省一点点行不行 你其实最近 当然 极端票是可以帮你选得到的 如果在比例代表制里面 比例代表制应该可以 但是实际问题就是 你做了这件事之后 后续的影响 有多坏 你知不知道呢 如果你是一个建设力量 你去承受一些非常极端的人 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建设力量一圆 因为很极端的人是建设不到社会的 是很荒谬的 那些很极端的人 你说黄毓民那些 他建设到什么 他其实就是在黄仁那里 把一种思潮 其实就是搞破坏 第一就是将社会高度政治化 其实就是已经搞了十年有多了 搞到香港烂了 他难辞其咎 现在还有人把他那套带去建制派 你去香港有没有人走 应该比较难 如果你被他这样搞下去 当然没有人走 如果大家都是做一个正常人 应该做的事情 放弃 或者辟气这些很极端的思想 他们最离谱就是一件事 明明很极端 最理性就是他的 那就是混蛋了 但是有view 有view 有眼球 其实就是这样说 有些人 他不明白自己的市场 不是在那个最极端 因为你走去 其实你官仔骨骨 是不应该跟那帮人拉一队 是吧 根本都是的 就算 就是我说的 就算你说的全民退堡 其实也有人买他这套 真心说的 很多中产的面 如果他说那套全民退堡 其实我觉得也有人买 因为很多中产是 觉得是施写钱给那些穷人的 如果你走回到中间偏右 或者再右一点 OK 因为其实香港是很多这样的 是吧 但是你走到最极端的 你就死硬了 我说的 我说的 那当然了 我们 幸好我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 你官仔骨骨 其实坏了的人 其实我告诉你 是有一个的 就是以前在黄大仙 做区议员的陶军行 他是官仔骨骨一天出来 但是为什么会选输呢 就是黏着那些烂人 其实很简单 其实他都没有反省过 你黏着长毛 你黏着黄毓明的 那些 啊 阿明算不算 就是他黏着阿明算 阿明不关事 阿明还好的 还好的 就是黄毓明那些 就是你说 他一看就是烂人 你就很难说 不像 就是一开始就看下去 但是你 芒果佬那些 就是烂人 然后再加个长毛那些 就是如果你是官仔骨骨的人 你黏在去 那你就自己会糟糕了 那你现在有些官仔骨骨的人 黏在去一个建制烂人那里 就是建制 我都不敢说他是不是建制 这个真正假男真王的烂人那里 那你说是否真的可以帮到去选举呢 可能有少少票的 就是可能有些票的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帮到去 帮到整个阵营的选举呢 我这个问号是很大的 是 对 好 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拜拜